鄧公本來是祖祖的部下,祖祖對他也是非常信任,在東征瑞州的圖牽石,急他留下飛馬,讓他守衛東棍。 但是,祖祖一走,鄧公卻背叛了祖祖,令得祖祖幾乎射,無家可歸。 後來,背叛的鄧公被祖祖勤獲,祖祖找他有集阿華月,鄧公月,作為臣子不忠誠,只有去死。 而日,借樣一個為神不忠的貝主者人,在三國演義當中極成為了義士,鄧公為賊魔鬼成為義士恩,貶低造造的須要造造這個人洪財大力。 他在漢烈大亂之勢,展意了非凡的才能,為北方的統一造出了不可行的貢獻,甚至為西進天下的統一地令了牢固的基礎。 但是,這個人又是漢焦最重要的葛傲人,尤其是,他的日子早批,直接廢了漢焦最後的位皇帝,自己當上了的國皇帝,這一實的根源也在於曹操。 這是封建文人感情上,我會如何不可接受的,當時的正的,為了政治上的需要,當卡門成為曹操對手的時候,我不把曹操越成是賀責,後世的正統文人。 也就依此為基調,把曹操當作是賀責,但是,曹操不僅只是一個急漢照下葬的人。 最大的掘墓人是董卓,而曹操有是最早將路反董卓的人之一,尤其是,當關通諸侯成立聯軍討伐董卓的時候。 大多數人果足不前,只有曹操不告,生死指申向前,董卓死後,作為漢照的最後象徵漢憲帝。 被人門像一件律品一樣迎來掌去,雅瑟越著以為是正統的所謂的漢神門,更多的是在王著掌奪地盤,至於皇帝仰下的狀況怎麽樣? 根本就曹人管曹人論,又是曹操,把如同乞蓋一樣的漢憲帝截了過來。 儘管他的目的是利用皇帝來對諸侯佛號施令,但從此那皇帝總信過上了安穩的生活,就是雅個後來繼承看做的留皇叔留備。 他不也是形下皇帝不管,自己跑到大老遠的地方去掌奪盤馬,這樣看,真正亂了規矩的是董卓,是他實了一個皇帝願立了一個皇帝,要越戀神實者,唇有比這個更惡劣的馬,但恰恰是躁躁,董卓給他官不做。 由真相討伐董卓,怎麽樣就能把他打扮成一個漢疾,所以,這事情應該倒過兩月,造家廢了漢憲帝,這要被董卓還你背裂。 但以致緣其悅,造粗為什麽會得到那麽多勞受人才的擁戴。 難道當時就有一個人,看出造粗的逃亡不軌,可能有人越,孫權和留備集團的人都看出來了。 這樣的例子是非常佛力的,不要越早期這些人和皇帝,根本就不靠邊,就事後期,他門也不過是唯要和造粗爭力觀,越穿了就是在瓜分人家漢家的天下,這就需要造粗集團內部的人來證明。 這樣一來,最早背背造粗的陣工,就成了一個最合適的人信,是他最早識破了造粗,不是鍾意之人的真面目。 陣工開始活有頭降,鼻孵活有求如陣工,是造粗早期的將領,比較受造粗信任,造粗第二者徵罰圖軒。 樓下陣工守東棍,全給他樓下了一部分鼻力,從這一點離看,陣工的地裏和受信念的程度。 應該和信慮,成一差不多,都是造粗早期的骨骼力量,照常理推論,陣工如果不背叛。 後來的地位應該和信慮,成一等人差不多,但是,陣工卻不是這樣。 他背背了造粗,應該就是圍繞儀,而不是圍繞自己的前途,但是,在整個封建社會,背嘴之人都不是人文效法的榜樣。 何況,陣工背背後投稿的人,是一個反復無常的小人呂報。 好在,文學作品可以虛舊,於是,造粗所經過的有故事的中華文,就有了陣工這樣一位願令。 三國借記載,造粗理開警察,抄小路東途,出了虎盧關以後,途徑中華縣,被該縣一個庭長列為營織可人有宋願利。 成你有施下認識他的人,出了由成,造粗才得以釋放,有了這樣一個榜本,只要把這個中華縣,令換成成功就順利成像了。 於是,到了三國演義這人,中華混亂成功為國家大以釋放了造粗。 並且器官率做,跟隨造粗一起東去武兵反董卓,本來,陣工是可以把造粗交上去的。 這樣他可以輕人而舉地升官罰在,但是,人家不僅僅有這樣做,上夜下意料的烏沙奧不要了,你越至高還要比這個更高意的嘛,但是,一個高意的陣工,怎麼讓你開造粗呢? 如果像東棍伴戀一樣,又敢能事意事所為呢?要想離開,就必須要證明造粗的不義。 好在,前月樓下了造粗逃跑途中,經過故人成高呂伯借,借挑事索。 已經把造粗改造成了不義之人,再把他瞄寫成,但不義之人不是人事,在三國演義中,更公敢其中意。 器官跟隨造粗都行,走了沙偏,到了成高,造粗越,借你有個結義兄弟。 兩個人就來到了呂伯借加里,呂伯借越,加里活有好走,要到西村去打來。 走後,造粗聽到後碗里有和都聲,以為要實了他,就不都把呂伯借一家百口全實了。 再搜索,吉佛義除房里捆著一口珠,遮到事實在了人,出瓶後,兩人碰意呂伯借, 正拿著兩瓶酒回來,造粗又把呂伯借給實了,鄧公問他。 當在事會實了人,那意在了事為集我,造粗就越了那句不義之人的名言, 連駕我付天下人,幽夾天下人付我,馬上,鄧公想鎮著造粗逐最實了他。 有一想,我本來是為了國家器官跟隨他,實了他也事不義, 於是離開了曹操,就這樣,鄧公成了異事。 釋放曹操是異,器官跟隨曹操是異,離開曹操更是異, 當然,為著魔鬼選擇陣工也不是別人。 這與陣工後來有一點,自知這樣有狠爛的關係,真實的陣工, 後來也是跟隨了呂伯。 曹操攻打呂布,呂布勢同力竭,指證下下被一座孤城, 曹操勸,呂布投降。呂布有所良喻,陣工知道自己負罪心, 想方釋罰了指尿呂布,被呼喉。 曹操流出有不殺陣工的意思,但曹操公月,作為神子不忠誠, 就應該死,這多少貴讓人覺得是一種有骨氣的表現。 尤其是,呂布同時被禁,他向曹操求苗, 順要流鼻替他裂成,而最後仍然不戀一死。 兩相比格,鄧工各實要比呂布高大得多, 三國演義塑造了很多生力人心的藝術形象。 像諸葛亮,已經成為智慧的化身, 關於武功各世者中以痴秋,周如心胸合襲, 妒忌諸葛亮已至於到了恨老天爺的地步。 就是雅個靈不見經常的小人律長官, 也成了周如行使反根計的好幫手。 對於這些演義人律, 越起他門的告示留誰人不視如數家珍, 可曾工者各人社伏肯難高大得起來, 為何,就是曾工者各人亦材裂不好, 可以越是智不高,求不靈,天下有那麽多, 罵曹操是看實的人,為怎麽要去求一個, 反復無常腳有龍子野心的女步。 再看曹操,無論是正史全是演義, 都替曾工奉養著老母,全替他嫁妙女人。 對曾工可謂是人之異盡, 這惡悔就是曾工這個義時,容易被淫忽立的原因吧。